哈喽哈喽 欢迎光临我的虾皮卖场 然后这个影片呢 我们介绍一下卖场里面这台奥林巴斯的奶白色的这样的一台相机 然后首先我们看它的型号是奥林巴斯的MU系列的一个1060这样的一个型号 然后它的外观的话是非常非常漂亮 橙色是非常非常新的一个橙色 然后正面的话也是比较新 稍微有一点点使用痕迹 然后总体来说的话是比较新的 包括它这个帮子也还在 然后推荐的话就是机卡的话要需要这种XD的 不要买错了 XD卡 品牌不信啊 品牌不一定买奥林巴斯 买什么品牌都可以 只要是XD卡就可以 然后我今天试机的话用这个256MB的进行一个试机的操作 首先我们把这个卡放进来 然后注意不要放反了 这样放 好 然后我们开机 按这个键 进行开机 然后这个镜头会弹出来 接下来我们看 首先检查一下荧幕的话 可以看到它是没有任何的老化的现象 没有任何的阴影啊 黑点啊 都没有的 然后又发黄了 也没有的 是不是一些正常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菜单 菜单的话是这边点这个menu menu的话就是比较好好理解 中间这个话就是跟摄影有关的一些 菜单 然后这边的话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氛围感啊 我们可以选择那个一些不同的滤镜氛围啊 它会有一个变化 这的话可以自己看一下喜欢什么样的色调 如果是冷色调的话就选这个 啊 荧光灯模式 啊 其他的话是一些暖色调也可以进行一个选择 啊 然后的话 菜单的话其实也比较简单的 啊 这个就是感光路啊之类的 啊 上下左右这个键都是好的 啊 然后语言的话在这个地方可以设置 就是这个设置 设置里面的话可以在这个地方选一个英语 然后因为他这个菜单比较简单 所以说应该就这几个 所以说如果说是日语 英语都可以 基本上就十几个单词 啊 按两面这个都会了 然后他的主要设置的话 应该不在菜单里面在这个转炉 转炉的话 这边有一个 摄影模式 这边的话就是一些滤镜 这系统预设的一些滤镜 我可以选他系统预设的一些滤镜也可以的 这边的话是帮助 这个的话是 就是摄影就是录像 拍一些影片之类的 这边的话是回卡 好 然后我们现在拍照照片试一下 我们首先打开他的这个什么 再关键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闪光灯的话是 完全正常的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这个键 进行一个设置 进行一个查看 可以看到刚刚拍的一些照片之类的 然后点这个的话是删掉 可以那个通过选择不同的对镜 然后获得不同风格的这样的一个照片 好 然后 总结来说就是第一橙色的话是非常好 然后 外国的话也是这种比较火的奶白配色 然后携带起来比较方便 他只是小小的一只卡片机 然后有什么不懂的话可以通过聊聊 好 继续向我提问 有时间的话会回收您 好 谢谢